白色冰市超车抢快回转 轮胎摩擦地面冒出了白烟 虽然被休旅车挡到 但还是看得见 冰市向右向左失控 下一秒就猛撞 中央分隔岛 整台车卡在路中大逆向 白烟狂冒要爆炸了吗 休旅车不敢过 勇敢的车主直接开往旁边的停车阁 路过的人看到也傻眼 拿手机拍下PO到网路 分隔岛石头护栏被撞到撬起来 车子零件也掉了 警方到场准备酒侧 只见冰市车主 误着耳朵打电话求救 看起来很懊恼 这样很危险 要是我的话我会被吓一跳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子 有些年轻人又是耍帅 在开车方面就急性质 然后就会超车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那些纷争 所以说这样也不太好了 影片破光之后 引发网友讨论 有人说是神操作 帅不过三秒 尴尬指数破表 我一定开到他旁边笑到死 是在玩巅峰急速吗 这样的超车方式 还真没在现实中看到过 应该是车子太好 马力太大 绝对不是车主的问题 这台车就是年轻人最爱的C300 一度是外汇神车 十到十五年的二手车架 四十万元以下就能入手 两百三十一匹马力 零到一百加速 只要七点四秒 扭力大 猛踩油门就容易失控 而且上路还容易被警方拦查关心 27岁的联系男子 在五月三十一号下午一点多 开往台中北屯美式卖场的路上 回转冲太快 自撞还好人没事 不过爱车撞烂 想修好 肯定得花不少钱 动物三星委林天静 李明洪 高中张成云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